各位观众来问大家好呀 我是最近在打平衡拍的白菜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胜利的中高端平衡拍 就是玉系列的孤 我们也可以读到它功夫 顺便再跟大家聊一聊平衡拍 我们到底买几优的 一开始我对这把拍子还是有点偏见的 毕竟是一个买包送球拍的一个商品 然后呢这个花里胡哨的涂装 我主观的认为它应该是个花瓶 但实际打下来呢觉得 还是有那么些可以聊的地方 简单的过一下它的外观配置 球拍整体的配色呢是这样的白色为主的 然后服一些花里胡哨的抖音风格的字体 这个地方呢是Victor 这边是显号名功夫 以及这里写了百落探数 整体是低调里带了一点发力胡哨的感觉 拍框的大小正常 舔须个人感觉比较大 三天的球打下来呢 几乎没有出现过没打准的情况 拍框呢是这种六边形的拍框 介于破风框和流体合适之间 挥速呢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76孔半线槽 这个非常的熟悉了 中感官方标称是6.8毫米 实际呢带汽水粮是7.1毫米 算比较厚实的汽水了 中感也是有百落探数的 打起来呢比较的硬弹 但是呢也不会感觉非常的生硬 还是比较适合做糖水拍的 锥盖的部分呢从早期的白色版本 现在我手上这个呢已经换成了透明锥盖 握柄呢依旧是悬浮手柄 但是底盖它竟然是蓝色的 握柄的总长208毫米啊 不算特别的长 球拍Made in China南京产的 规格是5UG6 平衡点凉下是307毫米 上了线之后呢依然是307毫米 这个平衡点呢就已经脱离一般意义上的平衡拍了 虽然吧我经手过的工时啊也各种30几310 但是4U的版本它的平衡点应该是在300以下的 拍子的整体定位是个中高端 比神速大力还要再低个100块钱 我一开始说要聊这把功夫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说啊为什么不聊第9X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不要急 9X和10X我们都会出视频的 主观感受的方面今天会简单讲一下 这是一把打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玩具感的平衡拍 这把5U的拍子平衡点307毫米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比封颖700高了非常的多 跟NF800LT呢可能差不多 整体的上手难度比较小 下压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飘 但是它的控球手感还是不尽如人意的 最主要的是在往前小球的控制 以及后场的批掉和滑板 往前小球呢因为比较轻比较飘 力量不是特别好控制 尤其呢我是刚从3U的球拍转过来的 后场的包切呢就这个包裹感不够好 所以呢大家如果突然换这种比较轻的拍子 还是建议多进行一些多球的训练 然后再去实战 简单的总结和购买建议就是800块钱以下 带上包是可以买的 如果说600块钱以下不带包也是可以买的 男生用起来5U稍显有点轻 推荐大家去试试4U的 女生4U5U都可以 上手难度不大 上限呢也不会特别的低 相比起之前的神速90F我更推荐这一支而且要便宜不少 然后我身后有一支神速77F这个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个视频的 最后呢我们来解答一下最近很多网友在提问的平衡拍怎么选的问题 那现在三大厂的主流平衡拍呢我基本上都已经玩过了 挑一些近期比较热门的或者说还在售的型号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包括绿场的弓11Pro弓7Pro老的红天府77天府77Pro 红场的战绩8000以及之前做过的雷霆80 这把玉姑以及他的老大哥玉9X玉10X 但那两把我现在还没有打过我们后面再做视频 首先说说规格 我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去选一把3U的平衡拍了 但是呢5U会稍微轻一些需要你多适应适应 所以呢我们光速排除了弓11Pro的3U 战绩8000雷霆80以及突袭9的3U版本 3U在我看来只会涂增你的体能消耗 其次是中感硬度和弹性 这把红77以及突袭9稍显逊色 所以呢也被排除了 雷霆80呢就建议大家买成龙的签名版礼盒版 虽然说价格很贵 宫七Pro应该是今天说到的所有拍子里面中感最软的 但是弹性也相当的好 富强的糖水 再有平衡点 77Pro和雷霆80它的平衡点呢会稍微高一些 包括今天讲的预估 平衡拍的头重感稍微好一点 对最后决胜的一拍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我们总不能只拉掉不进攻对吧 最后是拍面大小和填区大小 今天所说的所有拍子它的拍面都是比较大的 但填区最大的我感觉还应该是这把 宫七Pro 综上我目前给到大家的选购范围 大概是绿场的宫七Pro和天赋77Pro 红场的4U的雷霆80还有战绩8000 篮场呢目前我只打了预估这一把拍子 如果它的价格低于800块钱 还是可以买的 一定要带包 对于以上的球拍 我觉得几乎可以不用太纠结它的某一项性能 这么一堆拍子 除非我全部同时摆在你面前 让你一把一把深入的去体验 不然呢你也很难讲出个123的大区别来 所以平衡拍我觉得就是差不太多 想买哪个就买哪个 然后可以不用选那些太老太贵的拍子 OK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投币收场转发 这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也记得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账号 这里叫拉马西亚羽毛球 我呢是白灿 也欢迎关注我的全平台账号 包括淘宝店和咸鱼 我们以后的节目再见